乾杯!三葉草快樂! 昨天晚上我發現三葉草的汽水 跟跨年的氣泡飲料好像不太一樣 先前人氣泡飲料在乾杯的時候會有氣泡的聲音 但是你們聽 三葉草汽水很明顯的是沒有氣泡聲 更誇張的是 當我戴上了圖騰卡門的面具摔倒時 飲料杯都沒有破 氣泡飲料都會破喔 怎麼可能看起來也是玻璃容器的三葉草汽水不會破咧 所以今天就要來測試看有沒有辦法 擊碎三葉草的汽水 首先是最新的馬力歐家具 東東 看起來是蠻危險的 感覺可以用刺刺的地方把那個玻璃壓爆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試看 剛才測試之後 我發現東東沒有辦法壓破底下的東西 雖然東東是被放在空中 可是底下好像有個類似透明的屏障 沒有辦法直接壓到三葉草的汽水本身 摔碎玻璃計畫 Part 2 這次我覺得應該是要用用看陷阱種子 我們把陷阱種子埋到圖裡 再來拿著杯子走過去 看看摔下去的瞬間玻璃會不會碎掉 哇喔 原本以為摔到氣氧環裡面 玻璃會碎掉 沒想到是玩好舞曲 這次我直接把時間調到了冬天的時間 突然覺得好像可以用雪球 來把三葉草汽水把它壓爆 所以我們這次的第三次的計畫就是 做一個很大顆的雪球 然後把三葉草汽水碾爆 差不多了 可以把這個雪球拿去推到三葉草的汽水那 太奇怪了吧 怎麼會破掉啊 這是我預料外的事情 雪球就直接這樣爆掉 讓我們回頭看一下那個雪球爆掉的樣子 經過剛才雪球的折騰 我現在真是不知道有什麼方法可以把汽水弄爆 那左絲 右想 前絲 後又想 突然想到一個好方法 剛才我們不是有用陷阱種子直接掉到陷阱裡嗎 可能是因為重力加速度不夠 我就想到一個方法 如果說 我坐在椅子上 然後從椅子上摔到洞裡面 會怎麼樣 從椅子比較高嘛 重力加速度摔下去之後啊 玻璃就會破掉 所以這次的第四次計畫就是 從椅子上摔到洞穴裡面 玻璃會不會碎掉 好 我現在是人在外面了 現在要先挖洞 椅子也放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試看 看看玻璃會不會碎掉 嗯 沒有碎掉 突然覺得我這個方法很白癡 我這次直接東山再騎 這次啊 我就是把馬六的家具 水管兩個放在左邊跟右邊 我現在的計畫就是這樣的 從右邊的水管跳下去之後 再從左邊的水管跳出來 從水管上跳出來之後 掉到洞裡面 這樣子的話 重力加速度更高 高度更高 就會直接把玻璃弄破 哇這個高度也是沒有辦法把山葉草的汽水弄破 而且我掉進水管裡面的之後啊 角色會自己把杯子收到口袋裡耶 這樣根本沒有用 我突然想到一個方法好像可以跳水 不知道跳水 拿著杯子跳水會怎麼樣 所以我現在已經準備要穿上泳衣 然後 從甲板這邊跳下去 欸 沒有想到好像沒有辦法跳水 我以為穿上泳衣就可以直接跳 但是如果說我按跳的話 是要按A的按鈕對不對 手上拿著杯子 它就會一直乾杯 不會跳下去 那我現在跳到水裡面了 打開被爆之後 發現沒有辦法把汽水拿在手上 那這個方法就是不成立了 接下來這是最終計畫 我想了一個方法 就是如果說 我去搖樹然後把蜜蜂引出來 被咬到昏倒之後 汽水會不會碎掉 所以這次的計畫就是 被蜜蜂遮 汽水掉到地上爆掉 計畫 喔 咬到了 蜜蜂 我想要用乾杯的方法看可不可以趕走蜜蜂 呵呵呵呵 乾杯 喔真的耶 蜜蜂會怕乾杯 等一下 可是我乾完杯就被咬了 這有什麼用啊 哈哈哈哈好爛 爛 沒有想到我昏倒的時候 這個汽水還是拿在手上 它是有什麼 安全握把嗎 還是什麼 有黏膠 黏土把 這個杯子黏在我手上 它是拆不掉的耶 呵呵 昏倒的時候 醒來是拿在手上 等於是說我昏倒的時候 這個杯子是一直在手中 緊緊的握著 呵呵呵 到底是多想要喝汽水 一直不放耶 死不放手 呵呵 今天測試下來 是失敗了可惡 山葉草汽水沒有被打破啦 很顯然的官方沒有給 山葉草汽水做跟跨年氣泡飲料一樣細緻的設定 只是雖然山葉草汽水跟氣泡飲料相比外型是比較漂亮 可惜就是少了這個真實度 不過氣泡飲料的聲音我可以自己後知加一加吧 呵 來乾杯 有沒有 有氣泡聲的山葉草汽水 整個氣氛都來了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順便問一下 山葉草汽水跟跨年氣泡飲料大家比較喜歡哪一個咧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喔 本次的影片同樣有抽獎 只要在底下留言並標注山葉草汽水摔不破 就可以擁有抽獎資格 將會抽出一名新的觀眾獲得10張機票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喔 掰掰馬丹捏 對了 如果有什麼想要我拍的動聲題材影片 都可以在留言區或是到我的DC群組投稿許願喔 若是你的願望被選入就要被拍成影片 還請大家多多投稿囉 謝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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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